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老北京炸酱 要准备的食材有 半肥瘦的猪肉 甜面酱 黄豆酱 啤酒 葱和姜 我这里选用的是日本的黄豆酱 把半肥瘦的猪肉切成小丁 把姜切成碎末 把葱切成葱花 现在开始蟹酱 蟹酱可以用水 我们用的是啤酒 这样味道更好一些 啤酒分几次倒入 不断地搅拌 最后搅拌成酱糊状就可以了 因为黄酱的颜色比较淡 所以我们加一点老抽进去 调深一些颜色 这个姜抽 调一下色 黄酱味道比较咸 比较粗 所以加两勺甜面酱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放两勺甜面酱可以了 锅里倒入一些油 放多一些不要烧得过热 把姜末倒进去 然后再放进肉丁翻炒 放一半的葱花进去 翻炒 再加一点醋 这样是肉更嫩一些 把泄好的酱倒进锅里 小火翻炒 大约二十多分钟 要不停的搅动 千万不要糊了 用啤酒把这个酱碗涮干净 整个过程不用一滴水 老北心炸酱是家喻户晓 很多人都喜欢的食品 可以用来拌面卷饼 蘸生菜吃的 差不多二十分钟了 加一勺白糖 小火慢慢搅动 看肉里的油都浸出来了 已经快好了 在出锅之前呢 加一勺香油 然后再把另一半的葱花倒进去 这叫稻酱葱 会使炸酱味道更鲜美 好了 差不多了 老北心炸酱 派助寻棒 小�软 小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